男子蹲在地上 原警围着他 原来他在跨年夜 在台中市区偷了机车 1月2号凌晨1点左右 被警察抓到了 警方将人带回派出所侦办 机车车主接到消息赶来派出所 车主说他这辆机车 车龄大概20多年 都可以报废了 但就怕惹事上身 发现被偷之后 还是赶快来报警 车主说跨年当天中午 他把机车停在这处超商门口 半夜准备回家 才发现机车被偷 1月2号凌晨1点多 警方查到窃贼骑车在市区闲晃 线上巡逻远警追查 几度交错 一直到台中路 新的消防分队前 嫌犯发现警察要抓他 想到了这一招要开溜 警方调查窃贼 联姓男子70年次 自称当时是走累了 疑似发现这辆机车 藏了一把备用钥匙 才会偷车代步 还顺手牵羊 拿走另一辆机车上的安全帽 两个窃盗案被移送地检署侦办 TVBS新闻 赖重荣苏太英 红彩虹台中采访报道